请您订阅关注一下,帮忙点个赞,感谢您的支持。 X大第一季第十一季讲述的是克隆人基因编辑的故事。 美国康涅迪州发生多起命案,死者的血液几乎被抽干。 穆德和施考利调查时,发现几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子, 她们都是试管婴儿,原来一个医生利用植物便利对自己进行克隆, 在培植到兽孕对象上。 进一步了解发现,肯卓克医生还对培胎进行了基因编辑, 将人类原有的23对染色体扩展成28对。 这项计划由政府组织在背后资助和支持, 目的是为了培养出更加优秀的基因携带者。 但这项研究有一个副作用, 出生的婴儿因为基因问题会导致很严重的精神疾病。 政府取消这项计划之后, 复制人仍在秘密进行研究。 他们克隆出很多个字迹, 在暗中继续开发这个项目。 剧情介绍完,接下来开始进入正题。 我第一次听到克隆这个词是在1997年, 和它一起出现的是多利, 人类克隆出来的第一只哺乳动物。 听我这么咬文嚼字地说这个描述, 聪明的同学已经猜出背后的意思了。 没错,在多利洋之前, 科学家已经成功克隆了很多动物。 克隆这项技术其实并不新鲜, 指的是利用生物技术通过无性繁殖, 产生与个体有相同基因的后代。 中国古代诗词里有这么一句, 有心在花花不成, 无心插柳柳成荫。 把柳树枝插在地上种植的过程, 就是克隆。 在园艺学上, 克隆这种技术早被人类熟练地掌握了。 到了现在, 当我们提到克隆时范围大大的收窄, 一般都指的是动物克隆。 在西方的语言体系里, 克隆这个词起源于希腊语, 也主要应用在圆域学里面。 到了20世纪为了加以区分, 就在后面增加了一个字母E。 随着人类发现DNA序列, 以及相关的研究加深, 逐步了解到克隆技术的本质。 1952年, 美国生物学家把爆挖的细胞核 移植到胚胎细胞里, 成功克隆了35个完整的胚胎。 并最终孵化出27个蝌蚪。 之后, 类似的技术在多种动物类别上进行实验。 这是相关的时间表。 到了1996年, 爱丁堡大学旗下的研究所 成功克隆出一只绵羊。 这是人类克隆出来的第一只哺乳动物, 也是巨大的突破, 意味着人类也能进行克隆。 2003年2月14日, 多利羊因为肺病和关节炎死亡, 活了6年多的时间。 研究发现, 克隆技术并没有对这只羊造成其他的伤害, 而与多利羊使用相同细胞克隆出来的其他羊, 都活到了正常绵羊的年龄。 但多利羊的死亡, 让不少人提出了另外的想法, 就是通过基因技术, 让克隆动物拥有更长的寿命。 而这项技术有一个专有的名词, 就是基因编辑工程。 这项技术在1970年的时候就开始进行尝试了, 当时就提出一种概念, 通过把一种功能基因插入生物体替代有缺陷的基因, 来治愈某些遗传疾病。 而公众对基因编辑技术有所了解, 恐怕还是因为一起非常有争议性的事件。 2018年11月, 中国双胞胎女孩露露和娜娜诞生, 这是世界上第一批经过基因编辑的婴儿, 她们的部分基因被编辑, 用来抵御艾滋病毒。 一年后的12月30日, 此事件的主谋贺建奎, 被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这个实验被报道之后, 有一百多名中国科学家发表联合签署的声明表示强烈谴责, 因为该实验存在严重的生命伦理问题, 简直能用疯狂来形容。 这个实验在技术上没有任何的创新, 却突破了伦理道德的底线, 让所有中国科学家的集体声誉, 在国际上遭受到负面影响。 目前克隆技术严禁进行人体试验, 全球70多个国家都颁布了相关的法律, 而基因编辑技术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进行人体试验, 但要求非常严格, 而且不能针对有遗传性的基因组。 克隆技术主要是道德、法律和伦理等问题。 比如2005年上映的一部《克隆党》, 讲述的是有钱人在一座岛屿上给植克隆人, 然后用他们的器官给自己续命。 这是各国政府目前最担心出现的景象。 而基因编辑导致的后果可能更加严重。 一旦出现技术盲区, 让经过改变的基因遗传下去, 不仅实验对象可能出现健康问题, 还可能在昏沛的过程中让后代产生严重的畸形, 进而污染整个人类。 就像侏罗纪公园里面的一句台词, 生命总能找到出路。 进化是在漫长的岁月里, 经过自然环境慢慢调整自身的结构, 选择一条最佳的道路。 而克隆和基因编辑一旦记住其中, 会把这个过程大大缩短。 把翘翘板的一端按下去的时候, 另一端就会翘起。 而那一边的篮子里到底装着什么, 没有人知道。 这就像是把人类推进黑暗里, 等待着未知的审判。 最后麻烦你订阅关注一下, 记得点赞, 我是小本, 下个视频再见。